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曲歌后 魏汝瑞日前在社群分享了 儿子路易创作的一本小故事书 The Lonely Girl 孤独女孩 魏汝瑞当吓吓了一跳 认为儿子可能不明白Lonely是什么意思 所以便请儿子念故事给他听 路易自创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小女孩遇到两只野狼 在小女孩即将被野狼吃掉的时候 超级英雄突然出现打败了野狼 成功救下了小女孩 小女孩感到很开心 接着魏汝瑞便问儿子 现在女孩是不是就是快乐女孩了 路易却表示故事中的女孩偶尔还是会感觉到孤独 因为小女孩没有父亲和母亲 让他顿时愣住不知道该说什么 直到两人准备睡觉时 魏汝瑞才反应过来 儿子把他化成了故事中的小女孩 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离世了 他表示当下又不敢开口说话 害怕眼泪会控制不住掉下来 感性对儿子告白 趁对方就是自己的超级英雄 不少网友也被两人问新的对话感动 大三路易真的是小暖男啊